又家乡俗业 知修深恋成就 既得往生 这容易 这平常讲修行 自己工作繁忙 早晨起来早阔深恋 晚阔深恋 时间不多 只要你一身一堂坑都不去 符合 尽忠的条件 大师至菩萨所说的 都是六根经念相继 它符合这个条件 养成一个习惯 到时候 佛号自然提起来 真心切悦 灵敏忠实也能往生 又如像第十八月 一身从来没有接触过佛法 灵敏忠实 遇到友善友 劝他 念佛求生极乐世界 他那个时候果然相信 果然明白了 也发这个变了 灵敏忠实 一念深念 多能往生 觉得多容易 这种往生的人 真有话 可是 祖师大德常常提醒我们 不可以侥幸 那是什么 他的夜深 没遇到月 为什么灵敏忠一劝他 他就相信 过去生中的善根 由此可知 往昔 他所修的善根佛的因缘 很厚 这一生没有遇到 这个发源 灵敏忠才遇到 我们亲眼见到 当年在美国 华府佛教会 在马里兰州 帮助周广大先生 临终住宁 周广大先生 人非常老实 在美国开一个面包店 临终的时候 他又没有宗教信仰 医生放弃医疗 他的癌症 家人慌张 所谓是病急乱头一眼 找到这个佛教会 那是佛教会 刚刚成立 没多久 来找我们 我们几个同学就看 确实 很难恢复 健康了 所以就劝他 跟他讲极乐世界的好处 他听了很欢喜 没反对 劝他念佛往生 他就丰富到家里人 不要再 给他找什么医药找房子了 不需要的 全家人 念佛送他往生 这很难得了 三天 他就走了 这是我们看到的 临终一念十念 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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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